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函数图形的平移与伸缩 我是吴听玲老师 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 y等于sinx跟y等于sinx加1 这两个函数的图形有什么关系 首先我们先看到右边这个表 我们把x用不同的角度 然后分别计算y等于sinx跟y等于sinx加1 它的值 这个是0的时候它是1 这是1的时候它是2 这是0的时候它是1 同学有没有发现 负1的时候是0 对的 它的y值就是比原来的sinx再多加1 所以我所对应到的点 每一个人的y都向上提升1格 因此在图形的表现上 它就会是我们先画出y等于sinx的图 每一个点都往上移 这时候就形成了新的图形 所以如果在sinx的后面加一个1 它的图形就是整体的上上平移1单位 那同学如果今天是减1呢 那当然就是往下一单位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周期有没有改变 没有 还是2拍 但是呢它的值域呢 是不是就大家一起往上 本来是在-1跟1之间 现在就变成0到2之间了 好我们做个重点整理 如果今天k大于0 我将y等于sinx的图 向上平移k个单位 就会得到y等于sinx加k的图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周期是不变的 仍然是2拍 可是它的值域呢 就会从原本的-1到1之间 最大值跟最小值都向上提升 都是加上k 好如果今天我是往下平移k个单位呢 那我就会得到y等于sinx-k 同样的周期不变 它的值域也都向下修k个单位 好接着我们来观察 y等于sinx跟y等于sin的x-2拍的图形 那换句话说 我今天要先计算x-2拍的大小 再带入sin的值 好我们一样用秒点来观察 当x是0的时候sinx是0 那这个0度-2拍就是-90度 所以对应到的y值是-1 那x是2拍的时候呢 90度它是1 那如果x-2拍 2拍-2拍变成0度 所以0度对到的是0 好那如果是拍的时候呢 sin的拍是0 那如果把拍带入 x-2拍就变成2拍 同学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在计算x-2拍的时候 是先减了2拍 所以它的值 像这个值就会跟刚才 我的x少2拍的时候一样 我在计算拍的值的时候 它的值会跟x是2拍的时候一样 所以呢 表示我的x有向右移值还是不变的这样子的效果 我们把点描出来 好这是sinx的图 每一点都往右移 因为x仗大2拍的值 就会跟原本的值是一样 所以整个图形往右移 好同学你们觉得很奇怪 减了刚刚加就上移 减是下移 那现在我在x的位置是减的时候 它反而是向右 好这跟我们的习惯是习惯会有点不太相同 可是呢你要用它的原理来想 因为我的x减了2拍了 所以我要达到原来一样的大小Y值的时候 我的x就要胀大2拍 所以你要往右移才会得到一样的效果 所以x后面是减2拍 反而是右移 这个是比较容易搞混的地方 同学要小心 好那它的周期还是一样 是2拍 那值欲呢也不改变 只是左右移动 好接着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今天算x的图 如果向右移h个单位 就是在x的地方改成x-h 那它的周期跟值欲是不变的 同样的如果我今天向左移h个单位 哦向左移 所以我的x变小 因此要把它加回来去修正 所以呢它是x加h 那周期跟值欲是不变的 好下一个变化我们来看一下 好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变化 就是呢 y等于sinx跟y等于3倍的sinx 在sinx的前面加上3倍 哦其实同学你是不是可以猜到了 它只是sinx乘上3 所以y值呢每个y值都变成原来的3倍 0还是0 但是-1变成3倍 对不对 每个y值都变成原来的3倍 正的就正的更多 负的就负的更多 所以在图形上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个y都变成原来的3倍 啊你看这个地方本来1它变成3 好本来呢2分之1它就变成2分之3 那本来负一点点的地方它就负更多 好所以它是上下拉伸的结果 这个我们称为伸缩 好就是伸长3倍 那因此呢我们的周期还是不变的 但是呢直欲变成原来的3倍 在-3跟3之间 好刚才我们是上下伸缩 现在我们来试试看有没有水平伸缩 好同学你先想想 如果是上下伸缩 刚刚是不是在y值的地方有倍数的差异 那如果水平伸缩呢 嗯那就是在x有倍数的差异 所以我们试试看 y等于sine的2x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效果 好那我们开始秒点 sinex在0的时候是0 那2x的时候没有两倍角度一样还是0 sinex是四分之π的时候呢 它的y值是二分之根号2 那这时候带到sine等于2x的时候呢 诶四分之π的两倍是二分之π 所以它会跟这个二分之π的值是一样的 是1 好那同样的 我这个呢如果带二分之π的时候 它的两倍是π 所以这个y值呢就会跟这个π是一样 诶同学不要秒点你有没有感觉了 诶是的当我是2x的时候呢 我的我的x值本来是四分之π的话 现在跑到二分之π那个位置去 所以我的x是提早发生 就可以得到原本的y值 所以图形是缩小的 好我们来看看秒点的结果 有没有一样 好对的你看 本来在π的地方是0 但现在如果π带进去得到了二π 所以我整个周期是不是变成原来的一半 好同学那如果今天这个2x是三倍呢 嗯对我就在原来二π的三分之一的地方 是不是就可以达成我二π的效果 所以周期就更整个变成原来的三分之一倍 好所以这个x前面的系数呢会影响我的周期 好我们看一下整理的结果 当b为正数的时候 我如果把sinx以y轴为基准线 水平方向伸缩b分之一倍 我会得到bx y等于sin bx的图 那这时候周期呢是b分之二π 值欲是不变的 这是水平伸缩 那如果我今天是以x轴为基准 牵直方向伸缩a倍 那我的a就会在sinx的前面 形成y等于a倍的sinx 那这个因为是上下 所以周期不变 但是呢它的值欲就改变了 为a跟负a之间 好我们已经讲完所有的变化 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如何将sinx的图变化为 y等于三倍的sin的x减二分之π加1的图 几个动作合在一起 那同学你要记得 我今天在计算这个y值的时候 是先带入我的x 所以我们每一个动作都从x开始出发 那这个方程式呢 x是最先减二分之π的 所以我们就先处理 x减二分之π这个动作 好还记得减二分之π就是图形怎么样 右移 好所以先右移二分之π个单位 接下来呢你有了sin的值 现在是不是三倍 所以我们等一下处理上下伸缩三倍 也就是说先右移 再上下伸缩三倍 最后呢我的y值再增加1 也就是一起往上平移1 好那这样子的图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电脑 帮我们绘制出来的图形 虚线呢是y等于sinx的图 现在我们要先把图形 往右移二分之π 所以虚线往右移二分之π 再把它上下伸缩三倍 最后再加1 好所以图讯你有没有发现 我的图形往右移 所以呢我在二分之π的时候呢 加1得到的这个点 就会是我原本原点的位置 好移到这里来 那我今天呢水平线 因为整个提升1 所以呢我的图形 上下对称的轴就是y等于1 因此最高点是1加3 最低点是1加-3 这样子的y值的表现 那在真实的世界里 我们常常呢是知道图形的变化 想要去倒推出它原来的方程式 所以呢就会有后面像这样子的题目 那同学只要从正幅最大跟最小值 去理解到前面这个是几倍 好然后呢再看一下它跟轴的焦点 好跟图形的特征 我们就可以去知道这个x有没有右移 好 或左移 这样子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表示 好请看 这个图形呢是y等于 a倍的sin的bx加c 那它的部分图形是这样子 请你帮我把abc都求出来 题目里给了我最高点跟最低点 好同学可以发现 因为呢会影响最高跟最低的是a和c 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当sinx这是最大值1的时候最大值是a加c 那最小值的时候呢是sin为-1的时候 所以这个a-c就会-2 这样得到两个条件我就可以求a跟c 那接着呢这个b呢是什么伸缩 水平方向的伸缩 那它伸缩的倍数是不是由我的周期去看出来 那周期呢是今天从p点到q点 再回到p点这样是一个周期 好回到最高点 那所以p跟q之间 x的距离就是一半的周期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结果 去推测出b的大小 好我们现在开始解题 因为p到q的x呢相差了2分9π-2分3π是3π 那这个是周期的一半 好因为siny等于sinbx的周期是2π除以b 所以我们可以列一个式子 b分之2π是3π的两倍 那用这个结果我们可以得到b是三分之一 接着我们来求a和c 因为呢它的值欲呢是在 本来sin是在1跟-1之间 a倍之后会在a跟-a之间 那如果大家一起往上平移c的话 最大值跟最小值分别会是a加c跟-a加c 所以我们可以列出这个-a加c就是这个最小值-2 a加c是最大值3 从这边我们可以得到a是2分之5 c是2分之1 好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从图形来反推方程式的一个例子 那同学呢可以把四种变化好好的练习一番 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个重点整理 刚才我们讲到y等于sinx如果向右平移h个单位 会得到y等于sinx-h这个函数 那另外我们把y等于sinx以y轴为基准线 水平方向伸缩b分之1倍 可以得到y等于sinbx这样子的图形 它的周期呢也就会跟着变成原来2π的比分之1倍 好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今天这个函数图形 同时x前面有2倍又要把x减3分之π 那这样子的函数图形要先平移还是先伸缩呢 好让我们用画图来探索一下 今天电脑帮我们画出绿色的曲线是y等于sinx的图形 那我们如果先伸缩就要先得到y等于sin2x的图形 便是红色的曲线 那今天如果我将sin2x的图形往右平移3分之π 我们就会得到橘色曲线 同学看到移动3分之π 诶没错的确是我想要的sin2倍的 括号x减3分之π的图形 所以呢先伸缩再平移是ok的哦 好我们做个整理 换句话说我今天要sin2倍的x减3分之π 我们是先将它伸缩为sin2x的图 再右移3分之π的单位 便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函数图形 那同学你也可以用GGB自己画图探索一下 如果我们是先右移3分之π 再伸缩2分之1倍 这样是可以的吗 好你探索完再看我的下一张PPT哦 登登 同学这就是我们的解答 这个f等于sin2x呢是绿色的曲线 如果我们先向右移3分之π 便会得到蓝色的曲线 那同学会看到整个图形往右移3分之π单位 那如果今天我想将它先平移再伸缩 下一步就是要把我的x对着y轴为基准 伸缩为原来的2分之1倍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点来观察 也就是最高点 好如果这个最高点本来蓝色的图形在这个区域 那我伸缩完呢它的x应该在一半的地方会发生最大值 可是同学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橘色我们想要的图形 它的最高点竟然在这个位置 所以呢先平移再伸缩就不会是这个图形了 好所以没有办法一定要先伸缩再平移 OK那我们刚才如果先平移再伸缩应该会得到哪一个图形呢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如果我们是对着这个sinex-3分之π来伸缩x的话 其实只有把x直接伸缩 所以是x以2x取代 它就会得到红色曲线这个g 的图形 那它跟我们想要的h的这个图形当然是有差别 好它这个x左右移动的单位是不一样的 那可以看到蓝色的顶点伸缩一半变成红色的顶点 所以呢先平移再伸缩是比较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图 好最后我们做个总结 当我们看到y等于a倍的sineb倍x-c 括号加k 这样子的函数呢同学应该要知道 a是负责正幅就是上下最高移动的位置 b是周期 那这个周期的计算呢我们是用2π除以b的绝对值 那c当然就是我们左右移 我们又称c是向位角 好那这个k呢是垂直方向上的位移k如果是正 就是整个图形往上移k是负就整个图形往下移 好我们的总结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和詞曲 李宗盛